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横道门口的铁栅栏阻挡了人阿让 人阿让所做的一切都徒劳无益 他转身背向铁栅门扑倒在地上 不是坐下而是瘫在那里 靠近一直不动弹的玛丽瑟 他的头垂到了两膝之间 在这无比颓丧的时刻 横阿让想到谁了呢 不是他自己也不是玛丽瑟 而是克塞特 正在横阿让陷入万念俱灰的状态 忽然感到一只手搭在他的肩头 一个轻轻的声音对他说 朋友 咱们对半分 这黑暗中还会有人 绝境比什么都更像梦境 让阿让真以为是在做梦 他一点也没有听见脚步声 怎么可能呢 他抬头一看 一个男子站在他的面前 那个人身穿着一身劳动服 光着脚 鞋在左手拎着 他脱了鞋走到跟前 显然是不想让 让阿让听见 此时的让阿让 一刻也没有犹豫 这个人虽然突如其来 但是并不陌生 他正是已经越狱潜逃的 德纳迪 可以说 然阿让猛然惊醒了 不过 他对险情早已习以为常 久在意外的打击中磨练 能够立刻镇定下来 恢复整个随机应变的能力 双方等待了片刻 德纳迪用右手 举到额头前来遮光 他一点也没有认出来 刚才说过 让阿让背着光 又满脸污泥和血迹 已经面目全非 就是大白天 也不会有人认出来 反之 德纳迪迎着铁栅门的光 固然 那像地窖的光一样惨淡 但却很清晰 遮住面孔的 让阿让和圆形壁露的 德纳迪 在这里狭路相逢 让阿让当即发觉 德纳迪没有认出他来 他们在半明半暗中 相互审视片刻 就好像彼此在较量 德纳迪首先打破了沉默 他说 我说朋友 你打算怎么出去呢 这门锁没法撬开 可是 您得从这出去 对 那 咱们就对半分 我不明白 你这话 什么意思 你杀了人 好啊 可是我呢 我有钥匙 德纳迪 说着 指了指 玛丽斯 继续说道 我不认识你 但是 我愿意帮助你 可是 你 得讲交情 然阿让 这时候开始明白了 德纳迪 把他当成了 杀人凶手 德纳迪 又说道 听我说 伙计 你不会 不看衣兜里 有什么 就把这人给杀了吧 就这样 你给我一半 我把门 给你打开 说着 他从满是破洞的 劳动符的下面 拉出了一把 大钥匙的半截 又补充了一句 要不要见识一下 这钥匙是什么样子的 就在这儿 然阿让 惊呆了 他甚至怀疑 眼前所见的是真事 德纳迪 把拳头 塞进 劳动符的大口袋里 掏出一根绳索 递给了 然阿让 说道 拿着 我还饶你 这根绳子 绳子 干什么用 您还需要一块石头 不过在外面可以找到 那儿有一个瓦力堆 石头 干什么用 笨蛋 你要把这短命鬼丢进河里 就得有一块石头 和一根绳子 要不然 那尸体会飘起来的 然阿让 接过了绳子 德纳迪 用手指 打了个响 就想猛然 想起什么事那样 哦 对了 活气 你是怎么 过那一坑的 我可不敢冒险 踏进去 哎呦 你身上的味 好难闻的 哎 我问你话 你不回答也对 还有啊 一声不吭 就没有说话声音太高的危险 无所谓 反正我也没有看见你的脸 不知道你的名字 不过 你若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想干什么 那看就错了 我知道 你干掉了这位先生 你现在 想把他塞到什么地方 要找一条河 我来帮你摆脱困境吧 一个好人有难处 我倒是乐意帮一帮的 你这家伙可真棒啊 哎 你干嘛不把这人扔在里面呢 我明白了 其实啊 你这样干也许是明智的 明天工人来填坑 会发现扔在那儿的巴黎人 警方就会连起一条条线索 顺藤摸瓜 摸着了你的踪迹 一直追到你的面前 有人经过这条阴沟 是谁呢 是从哪儿来的 有人瞧见他出去了吗 那警察可机灵得很啊 阴沟能出卖人 搞罚人 能找到这种地方的人 可不通寻常啊 这足以引起注意了 很少有人利用下水道做案 而河流则人人都可以利用 那河流是真正的木屑 一个月后 有人在省克鲁的河网上 把这尸体捞上来 那又怎么样呢 那是一具腐烂的尸体 这人是谁杀的 巴黎法院连调查都不调查 我说 你做的对呀 现在这段生意该拍板了 二一天走 平板分盘 我的钥匙你看见 你的钱也连给我看看 此刻的德纳迪 像野兽一样 惶恐不安 又鬼鬼祟祟 那样子还带点威胁 但始终还算友好 有个情况很怪 德纳迪的言谈举止 很不自然 神态一点也不自在 尽管没有装出神秘的样子 他说话的时候 却把声音压得很低 还不时把手指按在嘴唇上 嘘一声 叫人猜不出其中的缘故 这儿只有他们两个 没有别人 然而让不免猜想 可能还有盗贼 藏在某个角落 离这儿不大远 德纳迪不打算 同他们分赃 德纳迪又说道 我说 快点了解 这个短命鬼兜里 有多少钱 然而让 便搜自己的兜 他的身上 通常总习惯带着钱 他慧暗的生活 总要应付意外 这已经成为他的一条准则 然而这次 他却措手不及 昨天夜晚 他情绪沮丧 魂不守舍 换上国民卫队制服的时候 竟然忘记了带钱包 而现在 只有砍尖兜里 装着少许的零钱 凑起来 也就是 约三十法郎 他把尽头泥水的衣 都翻出来 捡出了一枚金鹿椅 两枚五法郎钱币 和五六个铜钱 放到下水道的钩坎上 德纳迪伸出下嘴唇 歪了一下脖子 他说道 杀了人 就为这点钱 德纳迪开始放肆地 摸索尔阿让 和玛丽斯的口袋 尔阿让由他坐去 只注意自己 背着光就行了 在翻玛丽斯的衣服的时候 德纳迪以爬手的灵巧 设法撕下一片衣巾 噎进了自己的劳动服 却没有让尔阿让瞧见 想必是以为 凭着这片衣巾 日后能认出被害者和凶手 德纳迪说 你们只有这一点 他全部把这些钱 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忘记他说的 对半分的话了 对几枚铜币 他略显犹豫 想了想 还是收了去 同时嘴里咕弄地说道 算了算了 我认倒霉吧 这么便宜就把人干掉了 他收了钱 又把大钥匙 从劳动服里面拉出来 朋友 现在你得出去 这里就像集市一样 付了钱才能出去 你付了钱 你付了钱 就出去吧 德纳迪用钥匙帮助一个陌生人 让一个外人从这道门出去 动机是否很纯 要无私地救一个凶手呢 这是值得怀疑的 德纳迪帮着 把玛丽丝背到 让阿让的肩上 然后点着赤脚 走到了铁渣们的门前 并招手让让阿让跟上来 德纳迪往外张望了一下 将手指放在嘴上 仿佛迟疑了几秒钟 查看之后 他才把钥匙插进锁孔里 左舌滑出来 铁渣们转动了 却没有发出一点 吱吱咯咯的声响 极轻极轻 显然这道门的铰链 仔细地上了游 谁也想不到 开得这样的频繁 这样悄然无声 倒挺慎人 让人感到一些夜猫子 踏着罪恶的轻轻脚步 偷偷地来来往往 悄悄地进进出出 这鹰沟显然是哪个 秘密团伙的同谋 这道不声不响的铁渣们 就是个窝主 等纳迪半打开门 刚刚能让拉让通过 随即又关上了门 钥匙在锁眼里 拧了两圈 然后就隐没在黑暗里 轻如一阵微风 他的脚步就像老虎 毛茸茸的爪子 这个可怕的天主 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 然而让 终于来到了外面 他来到河滩 轻轻地放下了 马雷斯 他们出来了 腐烂的臭味 黑暗 恐惧 统统被丢在身后 沐浴到纯净 新鲜 欢快 而有益于健康的空气中 可以畅快地呼吸了 周围是一片寂静 然而让 俯身瞧瞧 马雷斯 又用手心 咬上了一点河水 往马雷斯的脸上 轻轻地洒了几滴 马雷斯没有睁开眼睛 但是微张的嘴 还有气 然而让 又把手伸进河里 却不知为什么 突然感到很别扭 就像身后 有人而未看见的 那种感觉 他回头一看 身后果然有个人 一条大汉 身穿着长礼服 插着胳膊 右拳握着一根 看得见牵头的短棍 站在他的后面 离蹲在马雷斯身后的 让啊让 只有几步远 在沉沉暮色中 这个人真像一个幽灵 让啊让认出来 这个人就是任魏 在接雷里 任魏想也未敢想 居然逃脱了 逃脱后 他赶到了警察总署 在短暂的接见中 向总署署长口头 汇报了情况 然后又立即去执勤 从他的身上搜出的字条 我们还应当记得 他的勤务 包括监视和右岸 相信利舍一带河滩 进来那里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任魏到了那儿 发现了德纳迪 便开始跟踪追捕 其余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也终于明白 那道铁栅门 能那样殷勤地 为拉让打开 也是德纳迪的一部妙棋 德纳迪感到 任魏一直守在那儿 被钉烧的人 都有一种准确 无误的嗅觉 就是必须给那条警犬 丢下一根骨头 提供个凶手 该是多么意外的收获呀 送上个替罪羊 也绝不会拒绝的 德纳迪让拉让 替他出去 放出一个猎物 就会把警察引开 让连魏守候的有所得 去追查一个更大的案件 这样一来 既让警探满意 自己又白转了三十法郎 还可以趁机溜走 让阿让过了一个暗礁 又撞到另外一个暗礁 此时让阿让已经面目全非 任魏没有认出他来 他放下手臂 并以不易觉察的动作 握紧了短棍 以短促而平静的声音问道 您是谁 是我 是谁 您 任阿让 任魏用牙叼住了短棍 屈膝俯身 两只强有力的手掌 按在了任阿让的双肩上 像铁钳似的紧紧抓住 定睛端详 终于认出他来 此刻他们的脸几乎贴上 任魏的目光很凶险 任阿让一动不动 任由任魏抓着 他说道 任魏探长 您抓住我了 其实 从今天早晨起 我就认为 是您的犯人了 当时 我把住址告诉您 就绝无逃走的打算 您逮捕我吧 不过 请您答应我一件事 任魏仿佛没听见 他还定睛地看着 让阿让 下巴撅起 把嘴唇顶向鼻子 是一幅沉思的胸象 片刻 他终于放开手 呼地站起身 又一把抓住了短棍 问了一句话 您在这儿干什么 扛着的 又是什么人呢 哦 任魏探长 我正想同您谈谈 他的事 您先帮着我 把他送回家 随后 随你怎么处置我 我只求您这一件事 任魏 皱起了面孔 他并没有回绝 他又俯下身子 从兜里抛出手帕 放在水中浸湿 擦去了 玛丽丝额头的血迹 他仿佛轻声地说 这个人 原来在接雷里 就是别人 叫他玛丽丝的人 真是头等警探 认为自己必死的时候 还什么都观察 什么都倾听 什么话都能听到 什么情况都收集 他抓起玛丽丝的手 摸摸麦西 这时候 任阿让说道 他受伤了 不 他死了 不 他还没有死 是您 从接雷 把他背到这儿的 是的 他住在 潮泽区 寿丹会 修女街 他外祖副家中 哦 那个姓名 我不记得了 任阿让 摸摸 玛丽丝的衣兜 掏出了笔记本 翻到 玛丽丝用铅笔写的那一页 递给了 染味 空中还有浮光 足能看清字迹 况且 染味的眼睛像夜鸟 有猫眼那种灵光 他便读了 玛丽丝写的几行字 嘴里咕弄道 基诺们 首男会修女街六号 接着 他叫了一声 承扶 此刻 那辆马车还停在那儿 在听后吊钱 染味留下 玛丽丝的笔记本 不大的功夫 马车就顺着 引水坡道驶下来 停到了河滩 玛丽丝被安置在 后排的座椅上 染味和燃阿让 并排 坐在前座 车门一关上 马车就驶离河滩 沿河滨路 朝上游巴士底方向 飞驰而去 马车在路石上 每颠簸一下 马绿丝的头发中 就滴下了一滴血 马车行驶到 受难会修女街六号 天就完全黑下来了 染味头一个下车 望了一眼 大门上面的门牌 重重地敲了一下 门打开一条缝 让染味一把推开 只见门房举着蜡烛 露出半截身子 打着哈欠 还睡眼惺忪 楼里住户全睡觉了 住在沼泽区的人 都睡得早 尤其是在动乱期间 这功夫 让阿让拖住 马绿丝的腋下 车夫抱住 马绿丝的腿 把他从车里抬出来 让阿让一面拖着 马绿丝 一面把手伸进了 他撕开的衣服的兜里 摸摸他的胸口 确认他的心脏还在跳动 而且心脏跳得不像先前 那么微弱了 就像经过车子的颠簸 又恢复了几分生机 染味对门房说话的声调 明显带有官方对待 叛乱分子的腔调 他说 这儿有个叫吉能万的人吗 就是这儿啊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我们把他的儿子送回来了 什么 他儿子 对 不过人已经死了 拉让衣衫又破又脏 跟在染味的后面 他向门房摇摇头 可是门房有点讨厌他 而且似乎也没有听懂 染味的话 也不明白 拉让摇头的意思 染味接着说道 他去了接雷 这不 弄回来了 他去了接雷 对 他是去找死 你快点去 把他父亲叫醒 快去呀 明天 这儿要送葬了 门房 只好叫醒了 马雷斯的姨妈 至于外祖父 还是让他继续睡觉吧 他们把马雷斯 抬上了二楼 安置在基诺曼先生 前厅的旧长沙发上 没让楼里的其他住户 听到一点动静 这时候 让阿让感到染味 在拍他的肩膀 心下马上就明白了 跟随着染味下楼去了 继续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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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